现在呢 我们来继续讲 上一次上周没有结束的话题 就是奉系军阀智囊杨宇婷 第二集 这个在讲之前呢 我先说几句闲言说语 有的朋友呢 就是很关注咱们这个节目 曾经呢提过一个很好的建议 说这个花开好几朵啊 能不能这个顾及过来呢 我说呢 这个首先感谢啊 这个朋友的这个关注 其次呢 这个奉系军阀智囊杨宇婷 奉系军阀智囊杨宇婷的这个小花絮呢 实际上啊就是类似于咱们所说的啊 饭后小甜点啊 时不时的就来上这么一段啊 大家呢 全当是这个听完了党史之后的一种调剂啊 这不是作为咱们这个温相说党史的主流话题 但是呢 这个温相说党史啊 这个节目 它的关键在什么呢 关键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用常识啊 来判断历史啊 用常识来解读历史 所以呢 这个温相说党史当中呢 之所以要插上杨宇婷的这段 也是这个目的啊 因为大家一般都知道啊 被这个党史教科书啊 这个给这个洗脑给洗的啊 认为这杨宇婷这个人啊 几乎就是一个坚定的形象啊 即便不是坚定的形象 这个人也有通日的嫌疑啊 至少是亲事派吧 这是一个习惯的说法 但事实证明呢 杨宇婷并不是一个亲事派 反而是那个啊 脑袋上顶着爱国将领的郭松龄啊 这个人才是个亲事派啊 我们后边会专门讲到的 这郭松龄在反凤的时候啊 反凤之前是专门跟日本陆军省大臣啊 关东军司令部 那是有过勾连的啊 包括他最后战败的时候 他逃跑 首先逃到啊 日本驻新民的领事馆啊 寻求日本人的庇护 可想而知 如果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啊 所谓的爱国将领啊 他怎么会啊 在逃跑的时候 首先选择日本人的这个这个地方呢 啊 这不是滑稽吗啊 可是呢 郭松龄这样做啊 几十年下来啊 大家呢 听到的啊 不是这种如实的反应 而是这个郭松龄那种正面的形象 各种各样的啊 这个回忆文章啊 以及这个影视作品 反映出来的这个郭松龄 都是这种啊 大义凛然的模样 而杨宇婷呢 啊 即便是在这个啊 陈嘉林曾经拍的一个电视剧啊 这个远动阴谋里边 由这个刘玉斌主演杨宇婷啊 多了很多那种啊 就是那个谋略啊 啊 这个竹志多谋的那个嘴脸 但是更多的呢 还是没有洗刷掉他这个亲日派的这个 呃 油彩啊 所以呢 我们讲这个节目 就是告诉大家 真实的历史啊 不是咱们长期被灌输的这种东西 啊 谁是亲日派谁不是亲日派 这是必须要讲清楚的 换句话说啊 为什么说是用常识来判断历史呢 张学良这样一个人啊 918呀 这么大的动静 张学良一枪都不敢放 他怕日本人都怕到骨子里边啊 如果杨宇婷真的是什么亲日派的话 他怎么敢痛下杀手 就把杨宇婷啊 在这黑灯下火之际 就给干死了呢 啊 不可能的 对吧 这就是一个常识 哎 所以我们一再强调用常识来判断历史啊 事实上呢 就这个张学良啊 大家说这个 以前都知道张学良脑袋上也顶着一顶桂冠 那就是千古功臣啊 事实上呢 我们看一下他到底是千古功臣还是千古罪人 事实俱债啊 啊 安禄山啊 辽宁朝阳人啊 安禄山一出来 唐朝没了啊 以后就是宦官专政军阀割据啊 完蛋了 盛唐时代 中国封建王朝的顶尖状态翻篇了啊 这吴三桂一出来啊 这清军入关 1644年啊 这个顾炎武不说过吗 啊 仁义冲晒 率寿相识啊 啊 这个 整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劫难啊 清朝啊 辫子兵 把中国啊 整整 这个这个历史啊 整整往后推了若干年 接下来就是咱们这位张少帅啊 张少帅出来以后啊 他干的这么两件事 一个是918啊 一个是西安事变啊 如果西安事变出点差池啊 一枪把老蒋给打死了啊 那当时的中国会陷入什么样的状态 对不对 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不过我们现在啊 这个 拿到的这些啊 红利应该都说啊 是拜这位张少帅所刺啊 那么张少帅啊 在这个月黑风高之夜 所杀的这个杨宇婷 那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们都要重新来讲啊 这是这个片头的话 今天的片头话说长了一点 现在我们来接正题啊 上一次节目里面啊 上一集我们说到 这张若霖这老兄呢 要把他这个干爹啊 张锡鸾 东北三省的一把手张锡鸾 给弄走 这张锡鸾是什么人呢 很多人听这个名啊 感到很生啊 没听过 张锡鸾是个人物啊 啊 是一个正八景的啊 大人物 现在呢 我就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张锡鸾 张锡鸾呢 说起来也不是一般战士啊 甲武陆战时期 清军一败涂地 张锡鸾与区区 一千余号人 组织了一支定边军 专门跟日本人较劲啊 这一支一千多人的 这个非 这个王牌武装啊 居然这样让日军呢 这个禁旅啊 在宽殿一带连续遇挫啊 成为这个甲武陆战大败之际 难得一见的些许亮点之一啊 他和当时另外一个 这个将领徐帮道 是属于一路的人物啊 敢于孤军奋战 这是挺了不起的一段历史啊 等到这个袁世凯呢 异域称帝 顾叛自雄啊 征求这些老朋友们的意见 首先呢 就征求到了张锡鸾的门下 张锡鸾这个人不含糊啊 因为你想想 那个时候原大总统 都已经是如日中天了啊 人家问你话 不是让你说真话啊 是让你迎合着大总统的心思来讲 张锡鸾混迹官场几十年 他能不知道这个情况吗 但是即便是这样啊 张锡鸾一方面是出于啊 自己对这个时局的判断 另外一方面也出于这个好朋友的这个关系啊 张锡鸾就说了 这称帝啊 张锡鸾的话说的很委婉啊 他说这个称帝 实际上啊 就相当于捉死啊 这袁世凯一听 就不高兴了啊 这张锡鸾应该说 这是一个纯爷们啊 可是呢 现在就被这土匪的张锡鸾活活的困在了凤天城里 玩弄于鼓掌之间还不能有半点的脾气啊 道理非常简单 因为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呢 大伙都看过那个电影大浪淘沙吧 老电影大浪淘沙啊 那个最后的时候啊 那个咱们那收发室的老大爷张老大爷啊 临死前对金工兽说的一句话 说哎呀 啥时候也不能放下枪啊 说的多好啊 就是张锡鸾因为放下了枪啊 没戏了 36级走为上了 惹不起躲得起 张锡鸾呢 就向张作霖透露了啊 自己要离开凤天的意思 张作霖当然不干了 张作霖这戏演的很竹啊 说干爹 您可不能走啊 您一走 我们不成了这个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了吗 啊 你不能走啊 啊 这个 张锡鸾呢 就说我呢 已经给大总统递了推荐函了啊 早晚让你当奉天之主 实际上呢 张锡鸾也是忽悠张作霖啊 说完以后呢 张锡鸾啊 还怕张作霖不信 翻出了两首诗啊 两句诗给张作霖看 这两句诗是哪两句呢 是亭前古术老玉果啊 窗外霞阳红满楼啊 这个 诗写的很悲怆啊 我给大家打上这 这个张锡鸾啊 文武各有一套啊 还能做诗 张作霖哪懂诗啊 他就把这诗啊 给身边这哥几个看 汤玉林汤二虎这样呢 那还不如张作霖呢 啊 这个时候呢 张作霖身边有一个啊 智囊 这个人圣外号老诸葛啊 这相较于 这个杨语婷来说啊 这属于老诸葛了啊 是谁呢 袁金凯啊 他跟这个袁 袁世凯就差一个字啊 袁金凯 这个人在这个凤系军阀里面啊 这是一个曾经举足轻重的人物 后来呢 在满洲国做官啊 这袁金凯就看明白了 给这张作霖掰扯半天 后来张作霖啊 听懂了啊 说行了 合着这就是要滚犊子了 啊 这是张作霖说的一句原话 粗话啊 可是呢 滚了一个啊 老帮子张西兰 却来了一个生瓜蛋的段之贵 张西兰在凤天是捞了不少钱的 可是呢 段之贵啊 初来乍到 这是属于恶狼啊 还没开始捞呢 啊 而且最让张作霖感到气愤的是啊 这个张西兰捞的是钱啊 啊 那就要银子 这个可以满足 可是段之贵来了以后呢 是既要权也要钱 尤其是伸手要权 这是张作霖万万不能容忍的啊 同时呢 段之贵还有一项任务 就是负责专门监视张作霖和冯德林这个哥儿来 这样呢 就惹翻了啊 张作霖和冯德林 我们前面提到一个事啊 就是这个在张西兰任命 上将军公署军务课课长时候的这个起的风波啊 这上将军公署呢 一共有四个课 啊 这个 我给大家打上去啊 这个很关键的一段话啊 这个说着有点费劲 一打就明白了 这四个课里边啊 最重要的就是这军务课 号称公署的管家 相当于秘书长吧 啊 这个课呢 段之贵没敢动啊 因为他知道这军务课课长 陶立青 那是张作霖的班底啊 管家不敢动 可是呢 他把冯德林派去的人 白运昌 他的位置给动了啊 这冯德林一看气坏 就跟张作霖讲 说这段之贵这个啊 别犊子 他一来 好嘛 把我的人给换下来了 张作霖就拱火啊 说五哥啊 他这是做损啊 做损 这应该是一句这个老话 就是缺德啊 为什么管冯德林叫五哥呢 张作霖 因为呢 在1907年啊 我给大家发一下啊 这个 出处啊 咱们这个讲都得有出处 这一念起来有点长啊 1907年 张作霖等人啊 是八拜结交 其中这冯德林呢 是排行老五啊 吴俊生排行老二 张作霖啊 他是排老七啊 所以呢 张作霖管冯德林 叫五哥啊 是这么来的 段之贵呢 之所以没敢动张作霖的人啊 并不是因为张作霖的交恨啊 并不完全是啊 这里边还有一层人情关系 就是我们前面讲过 段之贵的本家老叔 段日生啊 他呢 是提携段之贵的恩人 段日生本人呢 受过张作霖的不少的好处啊 吃人家的嘴短 拿人家的手短啊 所以呢 段之贵呢 一时半果 爱着他老叔的情分啊 抹不开这个面子 说来也巧呢 啊 这个 因为汤玉林的一时冲动 竟让主动收拾张作霖的机会啊 跑到了段之贵的跟前了 啊 这事情呢 起起因很有意思啊 就是有一天 山西省的商号叫龙泉美钱庄 他这伙计啊 这钱庄的名义打上去啊 这伙计 身上带着几万元俄罗斯的现钞啊 当时这个俄罗斯的这个钱呢 是一块钱 折抵凤天小阳 一块四毛钱 身上带这么多外汇啊 在街面上就让人给抢了 伙计呢 就报警了啊 警察呢 把抢钱的人就给逮住了 一问呢 是这个27师 53旅 旅长汤玉林手下的兵 啊 还没审讯完呢 汤玉林就激了 带着人就把这兵给抢走了啊 这个时候呢 这奉天省会的警察厅厅长宋文玉 宋文玉是张作霖的连金啊 啊 人家叫一旦挑啊 打电话就给汤玉林叫人 因为宋文玉人家背后站着 这个张作霖呢 汤玉林说 人已经毙了啊 这个兵不是抢人钱吗 我已经给毙了 挨打地吧 这件事呢 传到了段之贵的耳朵 段之贵实质大动啊 为什么呢 因为段之贵很早就想把奉天的警务大权抓到手里 啊 这一点呢 你得说啊 段之贵是跟他干爹 袁世凯学的 袁世凯对这个警务大权啊 一直就很重视 啊 当年曾经派过亲信赵炳君主管这个事 所以段之贵呢 现在是一样化葫芦啊 一定要先把奉天省的这个警务权抓到手里 就着这个汤玉林的这件事啊 作文章一石二鸟 随即呢 段之贵召开全省的治安警务会议 在会上啊 就把宋文玉给骂了一顿 然后呢 准备把自己带来的亲信张红舟 推到前台去 当那个奉天省警务厅厅长啊 奉天省会警务厅厅长 张作霖不干了啊 张作霖一拍桌子起来了 他跟段之贵说 我告诉你啊 想钱是常有的事 别说是一个省会的警察厅厅厅管不了啊 就是我张作霖也管不了 哎 你看段之贵这个人啊 实际上已经就是够不要脸的了啊 咱们之前讲他那个拍马屁的那个啊 那那那个状态啊 但是张作霖比他还厉害 张作霖人家是土匪出身啊 那走江湖什么没见过呀 到这个时候就是图穷避现了啊 就要把排量出来 把旗号打出来 段之贵呢 没想到张作霖来了这么一手 面子上过不去 还想硬撑 然后就僵了张作霖一举啊 说雨婷 那你看怎么办呢 张作霖勃然大怒啊 抬屁股就走啊 一边走一边骂 骂的当然都是粗话 难听的话 周围的人一看 哦呀 不得了了 张作霖走了 那我们还在会议厅坐着干嘛呀 立马全都散了 结果这个会议大厅就剩下段之贵啊 这么一个孤家寡人了 这下段之贵 别钱了了 他一没想到张作霖啊 居然甩袖子不干了 他赶紧找人去同张作霖疏通关系啊 还亲自这个关照 我这个一定要请这个雨婷啊 来坐一坐吃个饭 张作霖呢 啊 一看这伙伙也差不多了啊 这才是半遮半眼的啊 这个半遮半漏的漏出面了啊 这个段之贵呢 赶紧跟张作霖解释啊 这个张作霖呢 也给段之贵一个台阶啊 两边呢 就先把这件事给摁下去了啊 回家以后呢 张作霖就告诉这个宋文玉啊 说我告诉你 你回去安心的干啊 段之贵这小子 这把让我给制住了 段之贵原来的打算呢 他是 想把这个 省会的这个警务大权抓到手里 他的亲信张宏周呢 虽然是凤天省警务处处长啊 但是没有实权 他只有兼凤天省会警察厅厅 才能把大权抓到手里 所以他打宋文玉的主意 可是呢 他没想到张作霖一眼就识破了 他这个 这个小伎俩啊 一下子就把他给摁住了 刚伸出的手就给摁住了 张作霖呢 虽然战时打了段之贵一个小伏击啊 可是背后的冷风呢 就嗖嗖的啊 一年多以前 也就是公元1914年8月 袁世凯那个时候啊 就准备让张作霖挪挪过啊 那个时候出主意的是段 段祺瑞啊 不是这段之贵啊 段祺瑞当时给袁世凯出个主意啊 准备用护军使这种头衔 把张作霖调调到内蒙古 当时呢 这个地方这个军阀呢 啊 这个官阶 首推这个都督啊 大省的一般都叫都督啊 小一点的省 像贵州省啊 这个不太起眼的 他的这个主管军队的啊 就叫护军使啊 简易等 所以这个时候呢 段祺瑞给老袁出的主意 就是把张作霖用护军使这种头衔 给他弄走啊 因为张作霖毕竟不是北洋的嫡系啊 可是张作霖是什么人啊 张作霖找来老诸葛元金凯 两个人一商量啊 当时就直接给段祺瑞 发了一封挫持强劲的电报 这张作霖做事确实是有 这个有一套的这个做法啊 为什么呢 因为一般人啊 知道这个是段祺瑞出的主意 可是段祺瑞是谁啊 段祺瑞是袁世凯手下一等一的大将啊 北洋一只虎啊 你能直接呛段祺瑞的面子吗 袁世凯都要给段祺瑞面子吗 对吧 但是张作霖知道 这个时候就得把幕后的人直接拉出来 让他亮亮相啊 咱们面对面的砍一把 哎 这张作霖啊 在民国当中 他就是专制段祺瑞的啊 你看段祺瑞这个人 袁世凯都搞不见的啊 但是呢 张作霖就专制段祺瑞 以前有一个老电影 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啊 叫长春电影制片厂拍的啊 叫直凤大战啊 这个电影拍上下集啊 原来呢 这个电影的名字叫北京政变 后来呢 因为这个名字容易产生歧义 所以改名叫直凤大战啊 这个主要是讲冯玉祥在第二次啊 直凤战争中倒戈的事情 里边有一个镜头 就是颇能反映出张作霖啊 收拾段祺瑞的那个 那个样子 当时在饭桌上啊 张作霖含沙摄影的 骂这个冯玉祥 骂够了以后呢 起身就走 这个时候呢 段祺瑞啊 这段祺瑞 演段祺瑞的是老演员啊 是这个仁义的老演员 叫郑荣啊 不是那个火腿肠的 郑州郑荣啊 跟那个没关系啊 这个老演员叫郑荣 这以前是演过龙虚沟的 那个疯子的啊 这人演技很好的啊 这郑荣呢 就就说啊 雨婷啊 你这个 呃 这个 坐下来啊 再陪这个老帅 我再喝两杯啊 然后呢 张作霖说 对不起啊 雨婷我今天肚子疼 向老帅请假了啊 台帝又找人了 赶紧本子 不给段祺瑞 一丁点的面子啊 这是电影里边 演的一个镜头 从这里呢 我们就能看到啊 这段祺瑞 在民国史上 就怕这张作霖 张作霖跟段祺瑞的第一次交锋啊 张作霖就是 直接就把段祺瑞给弄出来了 他给发了一封啊 著名的电报 这电报是袁金凯啊 这个替张作霖拟拟救的 但是这封电报啊 在民国的这个电报站当中啊 民国史上有很多就是互相打电报骂人啊 最快智人口的就是两段 一个是张作霖的这段 后边还有一段是吴佩福的一段啊 这段呢 我给大家发上去 因为他都是这个文言文 但是呢 朗朗上口啊 写的很明确啊 中央寓以护军使将军等职相待啊 此等牢笼手段 失之别人只可 失之作霖则不可啊 张作霖这句话是直戳 袁世凯段祺瑞的废管的啊 这样呢 这个用护军使调张作霖的这个事就放下了 1915年8到9月份 这个时候呢 北京城就闹上了帝制啊 筹安会 最关键的时候 张作霖呢 就一再上书表忠心 甚至呢 说出什么话呢 若帝制不成 事不再生啊 就是如果 大总统不当皇帝啊 那我张作霖就不活了 这在后娘养的非北洋团体的军人堆里是不多见的啊 可是呢 袁世凯就是故意装傻啊 表面上超封张作霖为二等子爵啊 因为当时各省陆军师长这一级的只能授封一等男爵啊 唯独张作霖少数人特进子爵啊 用袁世凯的这个话说就是用配特恩 但事实上呢 段之贵奉命管控奉天的爪子呢 一时一刻也没有离开 结合历史和现实 张作霖也等不及了 所以当他拿到袁世凯的封爵诏书以后 故意问卓佑 说什么叫子爵啊 什么叫子爵 袁金凯他们就解释了 说这子爵啊 公侯伯子男 子爵是伯爵下一等 再往上就是啊 这个伯爵 侯爵 公爵啊 挺好的啊 然后呢 张作霖说的 子爵啊 我 这个一说到我啊 我这里给大家说一段这个他有文言文啊 这个这个文言文呢 是这么一段话啊 这文言文念起来比较这个绕口啊 大家听着也也也费劲啊 这个张作霖说啊 这个无何能为人作子啊 等等这个大家自己看吧 我就不念了 节省时间啊 但是呢 袁金凯在为满时期啊 他有过一个回忆 他说张作霖那个时候是破口大骂 原话说的是抹了个巴子的啊 咱们爷们儿辛辛苦苦打下了奉献 他们这帮别犊子想弯腰剪现成了 别说他妈的子爵 就是封爷们儿 一字并肩王 也他妈的不稀罕啊 这是张作霖说的原话 这个才符合张作霖的人物性格啊 所以呢 张作霖称命 闭门谢客 段之贵也一律挡架啊 袁世凯呢 还准备与这个水远都统啊 这回不整护军使了 改为水远都统 想要张作霖一口回绝 关起门来的张作霖呢 干了两件事啊 这就是咱们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经常讲的啊 或策划于秘石 或点火于基层啊 可是呢 咱们张大帅这两件事都干了 策划于秘石 他就找了两个人 一个是袁京凯啊 一个是杨宇婷啊 这个小诸葛杨宇婷 出山了 说起啊 张作霖同杨宇婷的相识 还有一番曲折 辛亥革命期间啊 张作霖为虎作娼 帮着赵尔逊 出掉了进步人士张荣等人啊 一时间呢 在奉天城里 凡是刘沃洋的学生都成了官方捕杀的第一对象 1912年4月份参加南北军界统一会议的成员刘德权 途经奉天的时候 哎 他没想到啊 这杀人如麻的张作霖 专门去上门去看他了 啊 在张作霖来之前呢 这刘德权 他有个同学 就是杨宇婷 刚好也在座 俩人正聊着呢 人家就说这张作霖来了 啊 杨宇婷知道张作霖是这个专门恨这些刘洋的学生啊 他一听说张作霖来了 他拔脚就要走啊 赶紧躲呀 这人得躲呀 对吧 可是呢 他正要走的这个档口 与这个进门的张作霖碰上了 啊 张作霖呢 当时看了杨宇婷一眼 没直升 啊 张作霖这个人啊 他为什么能从土匪啊 混到这个东山省的一把手 确实是有一些看家本事的啊 这个人 是有过目不忘的本类 尤其呢 他这个看人呢 啊 咱们不说他是相面吧 啊 就是说 他看人 一下子就能看个大概啊 他看了一眼杨宇婷 就把杨宇婷给记到心里了 进门以后呢 他就跟刘德权说 他说这不都你同学吗 啊 你告诉他们 不要担心 不要走 啊 咱们这个奉天讲武堂就要开办了 都要用他们啊 军队没有教育哪能行啊 这刘德权啊 竖来就看不起这个张作霖 因为张作霖是土匪出身 啊 可是今天听到张作霖一进门说了这番话 啊 这个刘德权就大感惊讶 啊 晚年的刘德权写这个回忆录的时候啊 我把刘德权写的这回忆录给大家发上去啊 看一下 咱们这个不是演绎啊 这是历史啊 这是每一段话都是有处处的啊 他写的这个回忆文章 辛亥革命发动时张作霖进入奉天 这么一段啊 专门提到了啊 张作霖和杨宇婷见的第一面的这个事啊 张作霖统治东北十年啊 所谓大志啊 不过是这个混战一场 致不必多说啊 但七人对于一般不危害到他根本利益的知识分子 还都是采取了相对比较客气的态度 至少在他的统治期间 知识分子受到的残杀和祸害都被控制在啊 有限的程度之内啊 对比那些满口仁义道德啊 实则一肚子难道女昌专门挂羊头卖狗肉 以焚书坑儒为己任 试图织守眼睛天下人耳目的政治婊子们啊 张作霖的匪性实在是浅得多了啊 这段话呢 算是我对张作霖的这一个啊 评价 我专门打上来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了这一次啊 见面的深刻的印象一转眼 三年过去了 有一天张作霖在街上看到一支部队啊 这个部队呢 就是依照整结啊 军纪严明 一开始张作霖以为是日本人的人军队 因为张作霖他们都知道啊 这奉天城里经常有日军呢出现 而且只有日本人的军队啊 这个是才会这么这个利利征征的啊 他就派人去打听啊 一打听才知道 这是谁的部队呢 是当时担任了奉天军械局局长兼 军械厂厂长杨宇婷的卫队啊 黑甲啊 这张作霖是大感意外啊 当即直接下手令 让杨宇婷去见他啊 两个人见面之后 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啊 为什么张作霖啊 如此的开始重用杨宇婷呢 咱们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呢 将继续给大家讲述 今天先说到这里 谢谢 再见